其實啊 拜登的公信力被說嚴重的掃地嗎 之前不斷的炒作亡國感 說的是烏克蘭的亡國感 散播呢 俄羅斯2月16號要攻打烏克蘭 但是呢 普丁親自給了答案 他說啊 其實不會立即對烏克蘭發動軍事的攻擊 狠打臉拜登炒作的衝突 您覺得這件事情 是不是讓美國公信力再度被大打折扣了嗎 烏克蘭又被當成美國棋子了嗎 來聊天室 寫下您的看法 記得多留言以及按讚 美國是不斷煽動了烏克蘭衝突 被說就是為了救自己低迷的民調 這個時候美國跟澳洲還甩鍋給了中國大陸 甚至批評大陸是用沉默支持俄羅斯 大陸外交部呢 其實也有表示說 在當前的一些情勢之下 你去渲染炒作戰爭啊 都是一個不負責任的行為 你一味去制裁啊 施壓 也無助於局勢的緩和 鼓吹集團的對抗更是重走冷戰的老路 呼籲對方應該透過是對話還有談判 推動的是新明斯克協議得到了切實執行 為政治危機呢 能夠進行化解 在當前的形勢下 渲染炒作戰爭不是一種負責任的行為 一味制裁施壓也無助於局勢的緩和 鼓吹集團對抗更是重走冷戰的老路 我們呼籲各方本著平等開放的態度 通過對話和談判 推動新明斯克協議得到切實執行 為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創造條件 所以大陸立場是非常的清楚 也就是回到新明斯克協議這個原則上 大陸跟美國立場是不一樣 那你就說中國大陸是沉默 這有道理嗎 我們等等會戲來說 但是我們先來看到俄羅斯總統普丁 跟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呢 14號有暗示說 不會立即對烏克蘭發動軍事攻擊 那其實莫斯科也準備好 持續跟西方國家進行外交的對話 最新消息是白俄羅斯的這些 在進行演練的這些軍隊 部分已經慢慢的回到了駐紮的地方 看起來是有一些緩解了嗎 我們現在看到普丁特別有詢問 這個拉夫羅夫他說 在你看來是否有機會 我們在關注的主要議題上 跟我們的夥伴能夠達成協議嗎 或者是那只是試圖讓我們捲進一個 永無止境的談判過程當中 不會有任何合乎邏輯的結論嗎 普丁在說話的時候 還很戲劇性的這樣 聳了聳肩 言談當中透露說 不希望是永無止境的談判過程 拉夫羅夫其實他有回應說 你已經有說過了 我們避免在今天就解決問題上 陷入永無止境的談判 不過我必須說 永遠都是有機會的 拉夫羅夫也提到說 最近有來訪問的 像是德國總理肖茲 以及西方國家的會談 在我看來 在很多可能性都有可能的 當然 談判不應該是永遠的持續下去 但是在這個階段 拉夫羅夫建議 應該還是持續談判 而且增加談判 普丁還比得說OK 另外他就接著再問他說 那你是否有準備好書面要回覆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還有美國回應俄羅斯要求的安全保證 拉夫羅夫說其實他已經準備好 10頁的回覆了 看起來也希望能夠降低局勢嗎 美國你不斷炒作2月16號 俄羅斯要攻打烏克蘭 相反的來看到烏克蘭的總統 澤倫斯基在談話當中 告誡其他國家 你誇大了俄羅斯入侵的行為 還乾脆諷刺的建議說 那我們就把2月16號 改為是統一日好了 因為這一天很多國家 美國英國 不是都是預測俄羅斯要入侵的日子嗎 澤倫斯基是在14號 在全國的影音談話當中說 他們企圖用大戰來嚇唬我們 並再次指明軍事入侵的日期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我們尋求和平 只希望透過談判解決所有的問題 他還說你們說2月16號是攻擊日 我們就把這一天叫做統一日好了 那澤倫斯基的幕僚長 也就是他的顧問波多利亞克 他隨後在訊息當中又表示 這些言論都被解讀是具有諷刺的意味 該國針對於可能入侵的具體日期 其實都是有懷疑的態度的 我們先差提說一下 俄羅斯總統普丁在15號的時候 不是分別會見了拉夫羅夫 還有房長邵伊古 就安全跟軍事等來進行會談 只有這張照片 你就可以看到 普丁在會晤拉夫羅夫的時候 以及邵伊古都使用了這一張 你看看這麼長的一個會議桌 距離真的保持非常的遙遠 在不久之前 普丁不是跟來訪的法國總統 馬克宏會晤的時候 也用了另外一張四米長的桌子 有媒體就向俄羅斯的新聞秘書 佩斯科夫來尋求答案說 那怎麼又這一次那麼長了呢 佩斯科夫說 當然是因為新冠疫情來做的 防控的預防措施 再回到俄烏的局勢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為何不斷地要出來喊話 而且暗批美國 你不要來炒作烏克蘭的危機呢 就是因為烏克蘭的當權者 很多富商們通通包機逃離了 一天至少20架班機飛離了基輔 這次烏克蘭真理報 它有特別報導 14號的時候說 在烏克蘭跟俄羅斯情勢 已經達到了廢點的時候 西方國家下令公民離開之際呢 俄羅斯這樣子的 有沒有可能會入侵呢 在烏克蘭的權貴當中 現在都在逃離嗎 譬如說他就引用了一些 飛航日誌的報導 禮拜天呢 他說有至少20架的班機 從烏克蘭的首都基輔離開 那多於是過去六年來任何的時間點 觀測到了飛機的數量 那烏克蘭其實有很多蠻有錢的人 其中兩個呢我們來看到 也就是來看到的是 亞赫米托夫 以及呢另外一個叫做呢 平秋克 他們呢是最有錢的兩個人 他也在報導當中提及是逃亡人士 對此呢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呢 則將美國警告 俄羅斯可能會入侵烏克蘭的2月16號 宣布為是全國團結日 呼籲烏克蘭人民 在那一天呢在建築物上掛上烏克蘭的國旗 而且呢唱國歌這也有一點RQ 你這樣子就能夠團結嗎 那澤倫斯基呢則是在對全國談話的時候說 有人告訴我們呢 2月16號將會是俄羅斯入侵的日子 我們將這一天定為是 團結日 United Day 那不過呢我還也簽署了相關的法令 澤倫斯基呢也敦促啊 近期離開烏克蘭的官員啊 政治人物啦或企業領導人啊等等的 能夠怎麼樣呢能夠24小時之內呢 都能夠回來自己的國家 在面臨俄羅斯入侵的恐懼的氣氛當中 展現全國團結一心的氣勢 澤倫斯基在影片當中說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和我們跟全烏克蘭人站在一起 是你們這些人的責任 我建議你們啊24小時回到了祖國 跟烏克蘭的軍隊 外交跟人民站在一起 軍車排成一列有如開戰陣容 大砲接連發射精準轟炸射擊目標 俄軍聯手白俄羅斯舉行軍演實彈演練 宛如真實戰場 而無邊境戰爭似乎越來越近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布聲明 表示因應俄羅斯軍隊 正在烏克蘭邊境加速集結 美國駐烏克蘭大使的業務 將從烏克蘭的首都基辅 遷移到西部的立維夫市 距離美國的北約盟友國波蘭 大約70公里 24小時回到祖國 然後站在烏克蘭的軍隊 跟我們的奧運動 跟我們的國家 美國持續認為戰爭就要開打 但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卻相當不滿 西方國家誇大戰爭的可能性 澤倫斯基宣布16號這天 也就是美國猜測的俄羅斯入侵日 應該是烏克蘭的晚節日 呼籲當天全國懸掛國旗 騎上國歌 但烏克蘭政府想努力降溫的同時 有消息指出烏克蘭的權貴與富商 正在逃離 其中兩大首富也在逃亡人士內 光是13號一天內 至少就有20架航班 從基輔出發 創下6年以來單日紀錄 而還沒開打 就引發的劇烈恐慌 對烏克蘭來說的創傷程度 可能比戰爭開打還要嚴重 華盛頓郵報指出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對美國拜登政府 頻頻釋出俄軍即將攻打烏克蘭的消息 相當反感 因為這些不實消息已經重創烏克蘭經濟 烏克蘭政府甚至為了確保航班不中斷 花費高達5億9千萬美元 補助國內航空公司寶貝 對於俄軍在16號開打的謠言 莫斯科也親自滅火做出回應 俄羅斯總統普丁在14號 與外交部長及國防部長 舉行電視會議 會議上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認為 與西方國家對話還有很多的可能性 拉夫羅夫也強調俄羅斯 就美國與北約的安全保障達夫 已經準備好10頁的書面回應 英國衛報分析 這是目前為止 克林姆林宮最強烈的跡象 表態想繼續跟西方對話 以緩解外界擔憂 將引發戰爭的緊張局勢 記者張力報導 來看到美國這個時候 不顧自己的信譽掃地 還不斷的煽動了烏克蘭亡國感 尤其美國你自己的作為是動見觀瞻的 相較於中國大陸駐烏克蘭大使館 其實在11號晚間有發布消息說 說近期烏克蘭疫情日趨嚴峻 使館有提醒說在烏的大陸公民 做好疫情的防護 根本就沒有認為俄羅斯要入侵烏克蘭 尤其是在14號的時候 大陸再被問到是否有使館的撤離計畫呢 大陸外交部發言汪文斌就說 大陸駐烏使館目前是正常工作 並沒有撤離工作人員的計畫 所以反觀美國你不斷的扮演 身高危機的急先鋒 包括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14號的時候表示 美國正將在烏克蘭的大使館業務 從首都基辅移到了西部城市利維夫 因為俄羅斯軍隊的集結速度 急劇的增快 美國還在呼籲白俄羅斯境內的 美國公民儘快的速離開 但是最新消息是 白俄羅斯這些參與軍演的 俄羅斯的軍隊 部分已經回到了駐紮地 所以跟美國的請資很不一樣 CIA你又出包了嗎 因為其實他還特別說 俄軍在白俄羅斯 進烏克蘭的邊境加強集結 美國官員還警告說 俄羅斯會在烏克蘭東部的邊界 集結超過10萬大軍 並且在白俄羅斯的北部聚集更多的兵力 之後來看到還說 穆斯科可能隨時都會包括基辅在內的 烏國的領土發動攻擊 特別的是 美國跟當初撤離阿富汗史一樣 在當地時間14號 美國國卿布林肯不是宣布要關閉 美國駐烏克蘭基辅的大使館嗎 有一份電話記錄就顯示 這個使館正在燒毀一些文件 而美國國務院方面拒絕提供相關的細節 這是美國國會山報有報導說 布林肯以俄羅斯可能會在任何時候 入侵烏克蘭為由 宣布關閉了美國駐烏克蘭基辅的大使館 美國聯邦政府跟國會之間有一個 所謂的電話的通訊記錄顯示 這個使館正在燒毀一些文件 包括了綠卡跟沒有經處理的護照的文件 那這個有沒有跟當初這個照片 是跟當初在阿富汗撤底的時候 他們不是也有在燒毀文件嗎 那美國的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 他也在記者會上說 沒有辦法提供美國駐基辅大使館的文件 燒毀或銷毀的相關細節 還說沒有有效的護照被銷毀了 我們有一套的標準程序等等的 一旦人員開始撤出大使館 我們就會開始行動 在涉及敏感文件跟機敏的設備時 採取了慎防的預防措施 但沒有辦法提供相關細節 美國你一副就是準備要為衝突做準備 相反的來看到前駐紐西蘭大使借文集 則是力挺中國大陸做法 也就是努力降溫 比如說大陸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就說 五眼聯盟你現在不應該是刺激局勢升文 最近講話最有趣的就是 那個Zelensky講的最有趣 他說你如果知道 2月12號要打我的話 請你們提供消息給我 意思是他講得很幽默 真的是喜記演員 真的我聽了我就覺得 這是最近聽到最幽默的一句話 他不是當事國嗎 他不是當事國啊 他說你沒有聽到消息 可是你看那個Sullivan 這個堂堂一個 一個世界第一強國的 總統的國安顧問 在接受記者訪問他說 我們認為 蘇聯隨時 anytime 可以會進犯烏克蘭 你有什麼證據 人家就要拿證據他不拿 那前兩天在這個北京冬奧 烏克蘭的運動員 秀了一個標語 很簡單 No war 我的解讀 是這個他借這個機會 表達烏克蘭人民的想法 是誰在搞戰爭 他都譴責 對不對 誰在搞戰爭嘛 很清楚嘛 今天在宣...在怎麼樣 就跟那個大陸那個 駐聯合國大的趙軍 趙軍講的一樣 不要去刺激 對啊 這個衝突 你不要去刺激衝突 他用這個刺激 我覺得用的還蠻準的 就是美國不斷在刺激 那我覺得為什麼 美國要一直製造 烏克蘭的緊張態勢 我覺得坦白講 坦白說啦 事實上烏克蘭的緊張態勢 對美國跟俄羅斯都有利 對烏克蘭對歐洲都不利 比如說你用美國來講 第一個 烏克蘭就要大量買軍火 跟誰買 跟美國買 那華爾街可以炒作能源期貨 甚至歐洲 必須進口美國的LNG 一月那不是創新高嗎 對不對 然後他還可以用這個緊張情勢 來讓德國沒有辦法 啟用北溪二號 這都是對美國有利的嘛 那俄羅斯也是一樣 因為俄羅斯即使沒有辦法達成 他所謂那個安全 三個底線 簽一個國際協議 他事實上 利用這個緊張情勢 他已經創造了烏克蘭的新常態 你知道我的意思 這所謂新常態就是說 烏克蘭也不敢說他要加入北約了 然後歐洲也不敢讓他參加北約了 那這種俄羅斯就得分了 未來烏克蘭 這個 要進一步做任何的發展 俄羅斯等於是釋放出一個很強烈的訊息 就是說前蘇聯共和國 除了像波羅的海三小國已經加入北約之外 其他還沒有加入北約的 你都不要給我輕舉妄動 烏克蘭就是一個例子 所以即使他沒有簽署任何協議 光是創造這個 這樣一個新常態 對俄羅斯也是得分了啦 所以我的意思說坦白講那個 對美國跟俄羅斯來講 烏克蘭這個緊張情勢 對他們兩國是有利的 他們對歐洲是大不利嘛 因為歐洲就陷入人員的恐慌嘛 那就必須要超前部署嘛 一直買嘛 然後歐洲也會因為這樣 他整體的經濟情勢 跟金融情勢也不太好 那這個也有利於美國從中獲利啊 比如說歐元可能就會被打壓啊 美元就會繼續強勢啊 然後接下來美元還可以進場 去收購歐洲的資產 所以我說這個局啦 如果歐洲人自己不想清楚 烏克蘭自己不想清楚啊 你就被美國跟俄羅斯玩死啊 美國啊不斷的炒作 俄羅斯即將入侵烏克蘭 但是呢俄羅斯的發言人回擊說 精神失常的人才會發表這樣的言論 你也支持嗎 來聊天室互動 根據俄羅斯衛星網事5號報導 俄羅斯的外交部美女發言人扎哈羅瓦認為啊 只有缺德的瘋子才會說 俄羅斯要打算攻打烏克蘭 還說最近兩個月我們看到呢 西方媒體報導 聽到了白宮跟唐寧街的人說 俄羅斯打算攻打烏克蘭 我們清楚只有神經失常 瘋癲的沒有道德的人 造假的人才會這麼說 至於說到西方對於俄羅斯的制裁跟施壓呢 來看到的是G7 7國的集團財長 14號發表聲明說 對俄羅斯在對烏克蘭邊境 進行的軍事集結表示嚴重的關切 聲明還警告說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任何進一步的軍事侵略 都會得到迅速協調還有力的回應 還說我們G7準備好集體實施經濟跟金融制裁 對俄羅斯的經濟產生巨大而且直接的影響 對此中國大陸外交部表示 中國大陸一貫的反對在國際關係當中 動輒使用單邊制裁 或者以制裁威脅 當前的情勢之下 單邊的制裁只會加劇分裂跟對抗 呼籲各方保持理性 通過的是對話跟談判 推動烏克蘭危機相關問題的全面解決 不要做刺激局勢緊張 渲染炒作危機的事情